法國總統馬克龍6月9日 會見了公共安全部門及應急人員 他們對阿爾卑斯山小鎮安納西發生的遲刀襲擊事件作出反應 造成4名兒童及2名成人受傷 4名年齡在22至36個月之間的兒童 及2名領取養老金的人在襲擊中受傷 在星期五訪問安納西省期間 馬克龍稱這次襲擊是絕對懦弱的行為 他和當局打招呼並握手 對他們的工作表示自豪 他說作為總統我為你感到驕傲 為恰好在場的同胞所做的一切感到驕傲 你盡了你的職責 但當你盡了你的職責時你取得更多成就 我感到非常自豪 馬克龍還讚揚了一名名叫亨利的男子的勇敢 亨利是一名年輕的天主教朝聖者 他與襲擊者面對面 並在試圖阻止襲擊時用背包作為盾牌 法國媒體稱這位24歲的年輕人為背包英雄 亨利在馬克龍訪問期間在場 與總統握手並交談